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淡水区淡海新市镇人口越来越多 不过不少的居民对流浪狗问题还是相当头痛 居民也向市议员郑代力相澄清 市议员就表示居民受到野狗的追赶都相当害怕会被咬 所以也邀请市府洞保处的处长到新市镇商讨解决办法 淡水区淡海新市镇人口越来越多 不过不少居民对于流浪狗的问题还是相当头痛 长期有民众反应在淡海新市镇有许多的流浪狗 只要是有人不论是骑车或者是走路接近 就会发生野狗追车追人的事件 让居民相当担心 为此向市议员郑代力相来澄清 而市议员表示居民受到野狗的追赶都相当害怕被咬 而日前也邀请市府洞保处处长到新市镇来商讨解决办法 新市人口越来越多 目前有非常多的居民到我的总部去乘勤 他被狗追 然后车子跌倒受伤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也要求洞保处来抓这个野狗 那洞保处有来可是没有看到狗出来 然后听说有很多很多的善心爱狗妈妈在这边饲养 我呼吁我们这个爱狗妈妈不要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喂狗狗 他们会其中在这一边然后会咬伤我们的路人 市议员表示许多居民陈勤经过人行道 遇到野狗似乎都不怕人群只要是接近就会狂吠 而且还会追人 让居民相当害怕 而且要是儿童经过就会有安全问题 对此市府洞保处则表示 野狗问题有持续在抓 但抓回的野狗会执行TMVR 结扎放养政策 但处长也呼吁许多的爱妈或者是爱爸 在野外喂食野狗尽量远离人行道 或者是居民社区附近 整天24小时有分三班在巡查 那我们也联络了爱妈 请他们不要在社区里面喂养 要到偏僻的地方去 会来召开跨局处的会议 然后来分工 工地要妥占处理这样的可行 可实性的垃圾 也希望说你的善心能够用换个方式 到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因为新市人口实在太多太多了 可以拜托爱狗的人士来认养 让狗狗有一个好的归宿 其实野狗问题过去层出不穷 在淡海新市镇还是有许多的空地 事件商所有长期没有整理就杂草重生 因此也衍生出流浪狗盘踞 断宝处虽然今年全力执行任养计划 但是更希望借由民众将狗狗任养 为他们打针结扎 并且教育四族的正确观念 才可以解决野狗与居民的冲突问题 记得许多爱音乐区採访报道